一将无能三军类子 这个家庭也这样 不再多再广 将不再多再毛啊 一入三国情四海 再看母猪是路人 运筹帷幄帐篷中 在看家中已无人 这就是大哥的缩影 绝对不干没把握的事情 说说好 不说说 久仰久仰 相亲主角 吴文采64岁三傲 月收入3200元兽医 看我这大院咋样 看见我种的东西了吗 这就是我的兵 我就是他们的将军 只要是这个院子里的东西 权归我管 别看大哥其貌不扬 但是十几年前大哥可是靠着 买卖灯牛那时大赚一笔 只是大哥你这西中 跟自己的肤色 属实有点不太搭啊 这是我的工艺箱 这是动物防疫 您还会给动物打针 动物打针 这里头都是 我几早上去给补针去了 这不是还没拿过去 大哥说别小看我 我可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兽医 动物得了什么病 我一针就能给扎好 我警告你一定给我找个好老伴 不然让你尝尝我兽医的本事 高低也得给你整一针 叔叔你这是到一个屋换一次鞋啊 我到哪屋有哪个鞋啊 我不是穿这鞋上那屋 哪屋都走不是 一个屋换一双鞋 咋的 大哥你脚上有脚气吗 换一个屋子就换一双鞋 先摆自己鞋子多呗 丑人多作怪 人长得不怎么样 事情怪多 炕啊 炕这冬天能猜暖呢 冬天的卧室 那边还有夏天的卧室 然后每一个进屋之前都要换一双鞋 不换鞋不行 这是保护人身体健康的 一般的屋 咱们不就是进去之后换一次鞋吗 哪个屋都换一双 那你脱了脱了 这屋那屋都脏了吗 又开始显摆了 我冬天住这个屋子 明天住那个屋子 咋的屋子多了不起啊 有钱了不起啊 有钱我这么帅的年轻人 也看不上你啊 我晚上要不洗澡 我永远都睡不着觉 每天晚上都洗澡 必须晚上 每天晚上都得洗澡 所以说在外边 弄了一个那个浴室 对对对 我这是什么 我这洗澡是最最主要的了 所以卧室要分两千 行我姑且相信你是爱干净的人 但是别人信不信 我就不知道了 23年正是大奔 连买带卖带养 那时候干的正活的时候 那时候也真挣着钱了 那时候不像现在娘的转账 支付 那时候我哥老师 也背这现金 背多少啊 那一回背好一双 那好一二滚 哥老师 哥话回来 那就能背着 行大爷这个逼 让你装得很棒 确实无话可说 但是大爷也说了 自己为啥能成功呢 就是因为自己 坚信自己能成 就跨足自己认知的行业 绝不踏出去一步 并且自己对自己的规划 绝对清楚 自己今天要干什么 明天要干什么 自己在家就是管事的 不要太漂亮 但是得丑个过眼的 你用啥 关键我的朋友圈子 多 你哪有 你今儿你来 没让他来的 那你说丑子要 你不打不心 是不平衡 不舒服 大爷的要求也很简单 不要太漂亮 只要看对眼就行 讲的就是缘分 只要不赌博 不吸眼 长相能看 那就没问题 那大爷要求 也不算太高啊 行看你穿着 打扮这么正式的份上 我能努力给你变出来个老伴 妈咪妈咪哄 相亲对象 冯秀卿57岁 能没丧傲 丑丑这找的咋样 能没大眼 额蛋脸 多好看 话说这冯大妈也是丧傲 前夫他俩特别恩爱 以前前夫编曲大妈唱歌 活生生的牛郎之女 可是天不如人意 前夫早逝 这让大妈痛心又难受 现在孩子也天天操心大妈 大妈也是想找个老伴 陪着自己余生 大妈找对象的标准很简单 就是想找个农村的 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的人 简单啊 咱大爷就是啊 走吧 见面去吧 不容易啊 这是为了寻找啊 这么远的 千山万水啊 是啊 我今天我说 这都是啥呢 追求幸福 这就是这一个 就得付出 哪行哪业 你不付出 也没有幸福感 阿姨今天早上 从郊河县来 长春的 是是我听说了 早上起早 是不是七点多 然后八点多的车 你今天早上一说 跟我一说 我就说了 我这个 我说藏不老远 我是回去 都当天都回不去 不行 我说我给你拿钱 到长城住宾馆 你拿满意了 不得不说 大爷不会试看三国的人 这情商刚刚的 这小嘴跟抹了蜜一样 让大妈对他的印象 都提升不少 大爷心中也是高兴坏了 要这不正好 长得我审美上了 妥了这是我主场 看我怎么把你骗到手 啊不 看我怎么把你拿捏了 大爷现行一招 来吧 你想要啥样的老伴 我七十二变 随便便 要啥给你变啥 这印象还行 人挺干净的 从这样也不懒 有没有演员啊 还行不烦 不烦 挺优秀 他这个身高啊 稍微差 但是得看大方向 种的种名不错的 您之前说要找一个形象好的 对 好看的 那阿姨是不是属于那形象好的 可以 喜欢 我心思想找一个农村的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谁也不愿意找 互相长心眼的啦 嗯就是 就像农村踏踏实实接地气这种的 嗯所以我就是别的要求没有 只要就是就想 两个人别撒谎撩屁的那种 嗯对 你看我这样 你这咋呢 这个 什么事 我这要不 说是我只要旅行者 不管什么事 我就是豁出命都网着付 我这性格是啥呢 男主外女主内 这个爷们在外面得撩零的 不能说是能啥气的 回家有啥事的 跟女人撒野 发啤气 你这指舍是在外面是顶梁柱 兵不再多再勇 将不再多再毛 嗯对对对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不撒谎不骗人 对老伴好得很 咱是个新时代人 男主外女主内 要是你本事比我大 那你就是老大 我听你的 我可不像别的男人 把脾气撒给女人 那才是人渣 你瞅瞅让大妈说的眉毛都在笑 但是大妈很理智 我跟了你 你会不会把钱给我 我要管钱 你咱家谁把钱认着 谁 那个钱嘛 我的家钱是这样事的 不管到任何时候 就今年一年不收成 得必须保持啥呢 跟往年收成 那个生活水平一致的 不可能是今天 在买十块 就有话吃了 就大口吃肉 明天没有 就喝凉水了 这个家庭不是那个家庭 啥你说的啥 我问你这个问题了吗 我问的是到时候谁管钱 你会不会把钱给我管 你说这一次就是以后 跟着过穷着子呗 要接下来再找的话 是不是也得把钱啊 那这辈就这个爱好 就愿意把钱 这会跑不了了吧 打不了迷得眼了吧 我让你逃不话题 你不把财政大权交我手里 我是不会跟你过的 我就是爱管钱 但是咱大爷可不傻 我得观察你 看你卖的什么步法 总不能钱给你了 然后把钱往火坑里扔吧 没把钱呢 我都一点都不在意 首先我得看看你这个路 你这个卖的步是什么步 对 你这步要是 要是卖的 卖的非常周上 那连我都得规矩管着了 那到那天 就比个方式 那你我眼看 你这路要下坡路了 马上要走下坡路了 我还能叫你把钱吗 那你给我把钱 我这我家 几天给我造 造三天了 那对吧 忽悠 你接着忽悠 总而言之 就是不想把财政大权 交给大妈呗 这忽悠大法真不错 成功的把大妈给骗了 也行 不能说一下子 你两个人 就是到一起来 人家就把钱给你了 那你没有个幸运度不行 得必须得愿意信任了你了 然后 才能慢慢慢慢的 毕竟是 不是说原配的嘛 这个咱能解释的 但是大妈也不傻 我不想跟着你受苦受累 你又挣不了那么多钱 还要去种地 主要的是还不会开车 种地还要雇人 这两边一算挣不了钱啊 咋弄 冬村那会儿我问了一嘴 我说大哥 你种地会福利一步 他不会开车 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不会开车 你心想你们这小女儿都会开车 那有什么用啊 就什么都顾 刚才我问了 什么都顾 那你得花去的 顾钱 就是去年梁子贵还行 有剩份 你等到是不贵的时候 赶上六毛来钱 两头一去都顾得 剩不多少钱 刚跟着挨泪 大约这嘴上的工作真不差 咱都这个岁数了 能种几年地 放心吧 跟着我不会让你受苦的 种地什么都咱俩找人去 绝对不会让你受苦受累的 你就跟着我 我绝对让你想幸福 这种是种不几年了 但是还是会开车 拉个点沙 上车拉个彩 后来 这我自有办法 什么办法呀 诸葛亮一手谈 你能退司马仪的十万大兵 那不非得要至于干 那什么怎么能不能搞了钱 听到没有 我刚才你讲过一遍 你要想当个将官的话 那就起码得动 动动动荡 这个就是我说的像他说这都 这个开车不开车 那都在我心中 那都是连我连想 行他都没行这事 这几乎就是 就不是个事 那那是个啥事呢 我告诉你 我就跟谁讲 我跟孩子 你别跟我喊 在外边 你腰腰筋骨累弯了 胳膊腿累坏了 不要讲这事 别回来 别跟我报公 拿钱 你我看 我看你多少钱 挣了多少钱 你不用说 我就知道你的功劳不大 忽悠 你接着忽悠 我都快看不下去了 这说的驴头 不对马嘴 还看成败 大爷实在是忽悠不下去了 我确实不会开车 但是我人是好人了 我能挣钱 话说 不也说不是过日人 就是一般的话 我管你那事 你开不开车 你用我吃的 你用我喝 你用我钱花就行 谁管你什么 开车不开车 但你提出这事 就说明过家 有道理 咋的 我懵了 这就忽悠上了 大妈啊别记啊 这明摆的忽悠啊 你这咋就上当了呢 你这不妥妥 掉进土匪锅了吗 你瞅瞅让大爷高兴的 还唱上歌了 唱一首 唱上 我看看 说说一下 好 我唱上 曹梦德 战天时 冰箍 江湾 给我俩照照相 好呀 要合影了 这就要合影了 这就拉手了 没事拉着吧 来看这儿啊 你看 我就说这老头 不是傻好人吧 当相亲成功 这还没处呢 还没了解情况呢 这手就拉着 咱大妈的手了 大妈你可长点心吧 一定要认真接触 才能行 好了 此次相亲宣布成功 我是爱解说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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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